《玩具TV》第十六季第二集 刚才玩完日系,我们玩鬼佬的东西 美系或是法系 公司是法,设计者是美 设计者是真名,我孤立寡闻 我只知道他叫Daytoner Daytoner 可能是Daytoner 跟一些设计有关系 如果大家喜欢一些科幻的东西 可能Daytoner也有听他的名字 有看他的作品 是的,因为我觉得有很多 我们见过的作品,不同比例也好 有一些影子在 我也不敢说谁是千 但他似乎好像他级数 是,他是站得很前的 是 特别是就着一些Cyborg的设计 或者一些机械人类的头盔 或者是头型 很漂亮 没错 真的很漂亮 德哥,看看 你为什么会有留意 因为很棒 是 Kelvin他其实经常分享这类型的东西 而我对那些科幻 或者是融合了军事味道的设计 我说很喜欢 最喜欢的 所以我又有接触地中南的设计 他好像是用CG 就是用3D的设计 是的,所以我觉得 真的如果他的设计 用来出成品的话 都会死很多人 是的,是的 我不知道能否认得到 你可能要再前些 我认为这些 这些是其中一些 他们网站的作品 其实今晚你可以分享 你可以看CV的Facebook 其实我都放在Banard上 是特意的 其实看完都真的挺兴奋的 说真的 是很漂亮 他很多时候是头的 是,只是拍到头 只是拍到头的 很多次是 是的 你留意一下 其实他都有全新的 但是他是头比较多的 但是我相信这位artist 他绝对有能力 做到整个故事出来 甚至是很多的 不同类型的 军事 科幻的 他本身已经有很多很多创作 其实是 你只能够做十个 八个 或者二十多三十个 产品化 你都真是死得人多 是的 那是 是 是 特别是他头盔的设计 是极度精细 所以你说一比六 出不出到 其实我都有兜 都不要说到再小 比例一比十二 是 可以给你一个很疯狂的估算 其实这间公司 Pure Arts 其实是一间化工公司 他跟某个游戏 Ubisoft有很大的联系 他经常出了很多 一些 游戏的 或者他叫做 连着的 Exclusive Exclusive 对 所以他现在开始出自己独立的产品 而他找到 Daytona去夾 我想是一个很大的 启示性 因为 我觉得不只是出这些 可能是出这些 那就是大剂 说真的 不是他肯出OK 是的 最主要是他肯蜂出 他的设计很珍貴 可以留意到旁边这些位置 是不是 阿特哥 抱歉 就是这个 肩膀那些 那些 其实刚才一拿出来 几位主持 第一句就说 咦? Ashley Wood 不是真的 你给我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其实 多一句 Daytona 他的卖点 都是可能在这些地方 是 那个头 是 是 你第一眼看不到 其实那个头 就是我们刚才展示那些 照片的头 即是很浪败的感觉 那 他本身 我们也叫做 慢慢看这只M9E 好 好 这一只有一些故事 应该是他第一只 叫做 和PureArter合作的量产品 其实他们之前在Kickstarter 就做了一个Kickstarter的program 那 这个是Kickstarter的 就是 产品 他们叫Phototype Edition 其实就不是Phototype 就是叫做圆形版的款式 这个就是Kickstarter 那里有 这些呢 也不是货 就是不是大货力 可能是大货 但是未出街的 所以大家看到之后 就不要说在哪里买了 可以知道在哪里买大 就未有得出货的 哪里买 由Seven 都可能是的 是的 都可能是的 那其实他们应该在香港代理公司 都会批出去外面的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接本contact他们 那但是这个货 就应该是做完了 出来就出 那数量呢 所以是都定了 而且这一只我们玩的是009 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专登呢 是不是 它有个Number的 在盒子后面呢 这裏有个Number 我都在想它是印下去 还是真的是第九只呢 那我也不知道 但是 应该是印下去的 不关系的 有可能是印都可以的 就是说 其实全套东西很多是限量 基本上自己都限量 这个是第一个色 你也猜不到它 它真的站得挺稳的 虽然它的脚很小 是的 它还挺健康的 所以它是玩了一些设计 就是另一种设计 一种平衡的设计 就是一个重的 重的 重的身体 一个小的头 一个右脚 但是站得稳 虽然本身其实就见到 就是 只是 显眼的 就是两个色 红色和白色 但是其实 看回那些 三的折纹 其实它是用了一种 暗红色打了阴影 就令到整个作品 的立体感 会再出一点 是的 那我自己 你如果问呢 除了Cavin Low 有分享的东西之外 其实都可以找到 Daytona 就是day tona 就是toner 就找到它的资料 你看到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些 你就知道它一定是这个戒備的高手 嗯 它的头的设计 我看到很多可能性 那这些不是量产人吗 这一只 它叫第一款 其实 它这一只是第一款 是的 是的 我看到它Instagram的一只白衣 是的 那是未出的 应该未出的 其实它还有一个 应该是那只 黑白 Metallic Blue Metallic Blue 是的 那一只是会在 如果和万节能够上来 如期在1月1号至1月4号举行 到时就会有exclusive 买的 几十只 是的 那只Metallic Blue 挺漂亮的 确实是Designer Toys的玩法 是的 有机会 这个是什么价钱的 抱歉 应该是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我同时 应该这一只呢 你猜一下你猜一下 几百 六七 那几百 又不会一千 因为这个尺寸 好像便宜一点 应该好像是 五字头 是的 599 不是 535 535 535 是的 不是迈坑的 如果真的要找的 职盘去训练 他又不算很长 就是这些人大波 都是两大波 我相信应该都是 都是两小的 都是两小的 两小的 那就是两小 不多 不多的 两产权都是几百 因为它出到 有些是几十只 另外一只Metallic Blue 可能是 都是几十只 香港是几十只 加上可能全世界 对了 以你所知 是不是这个设计师 第一次出现 神能的产品 以我所知 是的 以我所知是的 因为他很多 他是一些artists 他上网分享 我 因为我没有看他的历史 我说 他可能帮很多公司 做很多一些 背后一些的 創作和设计工作 是 back up design 是的 所以说次某大师 其实是不奇怪的 都是用他们的 他们喜欢隐藏 兜的圈 把自己的功力 展示出来 对不对 我不知道 他不喜欢直接 就是去 埋传他们的技术 他可以终一个圈 我觉得挺帅的 但是我 追开他的设计 就是够欣赏他那些 更加难派 更加真实 是的 是的 如果头盔都印了 那些DECO 很棒 肯定不是三位数字的价钱 如果 如果可以做到他的那些 因为他的设计太多 detail 我大胆估计呢 他们可能搞一比六 我大胆估计 他肯出就可以了 对 因为他自己的设计 实在太过雕花 很厉害 是的 对 对 这里有着灯 有个头盔 有三种不同颜色的灯 那些灯 那些灯是鬼那么小 最可怕就是他的铺牌 那些情报量 是整个头都密了 是的 但是你看到他是 哇 很漂亮 很漂亮 即是出了鼻音就好了 只是出了头 这样出了头 我就觉得兴趣不大 他真的要出全身 我就觉得好玩一点 好像差那些东西 再说一次那个设计师的名字 就是看看下面有没有 Daytona Daytona D-A-Y T-O A-R N-T-R 你看到的Logo 我就看不到是什么 所以我看不到 那是 不知道是什么 A 舌嘴 N-R 不知道 山洞和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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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是的 那你记住 这个是M9E 是的 如果要买的朋友 基本上试试问一问 应该可能做些货的 那如果真是说 将来有Daytona的1比6 他本身的创作 即是产品化 记住通知全宇宙 记住 拿上来换他TV 我也相信有机会的 D-A-Y-G-O-N-E-R 上Instagram 刚刚有看到的 就是喜欢科幻 Signify military 那些肯定见到 哇 比较仔皮 真的很好吃 好 稍后见 好 回来是什么 Macto Bill 哇 哇 是 that 紫아 什么 不是 你就在那儿 是不是 crit 每选 需要 oser